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中国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曹操、魏武灰君、三国演义英雄谱 二礼清照词钟情、诵词女子风流梦 三张爱玲底下红尘、近代文学情爱纵横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曹操、魏武灰君、三国演义英雄谱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那位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曹操 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个诗人 可以说是多才多艺的代表 当然,如果你问他的敌人,可能会得到另一番评价 毕竟历史上的英雄往往是站在队里面的坏蛋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曹操的军事才能 这位魏武帝可是挥军如神 他的军事行动快如闪电,狠如秋霜 他的军队行军不是走直线,而是划曲线 让敌人摸不着头脑 他的战术多变,就像是当时的三国版权力的游戏 每一步都让人猜不透 曹操的名言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这句话简直就是古代版的我宁愿背叛世界 也不要世界背叛我 这种霸气侧陋的态度,无疑是他成功的秘诀之一 当然,这也让他在三国演义里成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角色 曹操的人生充满了戏剧性 他曾经在逃亡途中被农夫认出,农夫还煮了一锅热汤 准备招待这位英雄 曹操心生疑虑,担心汤里有毒 于是用剑纸注农夫,让他先喝 结果农夫吓得魂飞魄散 汤也莫喝成,曹操这才放心 这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三国时期的人 也知道石不言,寝不语的重要性 再来说说曹操的文学成就 他的诗作《短歌行中》有对九当歌《人生集合》的名剧 透露出他对人生无偿的感慨 这位硬汉在文学上也有著柔情的一面 可见他不仅会挥军,还会挥笔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的是曹操的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的才能 他的谋略和战术至今仍被研究 他的名字也成为了智谋和权谋的代名词 不过,如果你在三国时期的中国提到曹操 可能会有人说曹操道 然后大家都得小心翼翼地看探自己的头颅 是否还在脖子上 总之,曹操是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 他的故事充满了智慧,勇气,阴谋和诗意 他的一生就像是一部精彩绝伦的史诗 即使过了千年,我们仍然对他的故事津津乐道 不过,别忘了,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 所以我们读到的故事,可能也有一点点的创意添加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李清照词钟情,诵词女子风流梦 好吧,同学们,请坐好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宋代的才女,李清照 她的词作中充满了情感的细腻与深刻 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风流梦 首先,我们得明白,李清照可不是随便的风流 她的风流是那种高级的,文艺的,带着点忧郁的风流 她的词,就像是宋代的朋克,既叛逆又充满了情感的表达 她不满足于当时女性的传统角色 而是通过她的文字,大声疾呼她的爱恨情仇 比如她的,如梦令,昨夜雨书风咒,浓睡不消残久 试问卷连人,却到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因是绿肥红兽 这里,李清照用了一个如梦的比喻 巧妙地表达了她对往昔时光的怀念和对现实的无奈 她问的那个卷连人,可能是她的丈夫,也可能是她内心的自我 反正不管是谁,都没能给她一个满意的答案 只是告诉她,外面的海棠花依旧 但是,李清照心里明白,那些花儿,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了 它们,因是绿肥红兽 就像她的生活,表面看似如常,实则已经误是人非 再来看,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七七惨惨七七 炸暖还寒时候,最难将吸 这里,李清照用了一连串的形容词 把她的孤独和寂寞表达得淋漓尽致 她的这种情感,就像是春天里那种炸暖还寒的天气 让人觉得既温暖又寒冷,不知道该怎么适应 她的心情,就像是那个时候的天气,让人最难将吸 李清照的词,就像是她的情感日记 记录了她对爱情,对生活,对自我的种种感悟 她的蚊子,就像是一杯陈年的酒,越品越有味道 她的风流,不是那种轻挑的风流 而是一种对生活深刻感悟后的风流 她的梦,不是那种虚无缥缈的梦 而是一种即使醒来,也无法忘怀的梦 所以,同学们,下次当你们在读李清照的词的时候 不妨想象一下,她坐在那个古老的书房里 手捧着一杯茶,眼神里带着点忧郁 嘴角却又带着点自嘲的微笑,低声吟唱着她的风流梦 这样,你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她的词 感受到她的情,梦入她的风流世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张爱玲笔下红尘,近代文学情爱纵横 张爱玲,这位二十世计划文文坛上的一颗奇葩 她的文字就像是一把锐利的刀 切割住红尘中的爱恨情仇 又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的千字百孔 她的作品不仅仅是情爱的纵横 更是心灵的深邃探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品味一下 张爱玲笔下的红尘滋味 不过提醒各位,阅读张爱玲的作品 可能会导致心灵受到一些微妙的震动 请做好心理准备 首先,我们来说说张爱玲的经典之作《金锁记》 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白流苏 她的爱情就像是一场华丽的宴会 最后却变成了一场没有人来参加的单人舞 白流苏爱上了一个不爱她的男人 这种爱情就像是一杯看似香醇的毒酒 喝下去之后,既醉人又致命 张爱玲在这里告诉我们 红尘中的爱情有时候就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让人越陷越深,最后难以自拔 再来谈谈半生园中的男女主角曼珍和沈世雄 她们的爱情就像是一场错过的接力赛 彼此的心总是在不对的时间点传第二 曼珍对沈世雄的爱,如同一盏永远燃不尽的灯 即使风雨飘摇,也依然执着地燃烧住 而沈世雄对曼珍的爱,则像是一阵突如其来的春风 吹过之后,又匆匆离去 张爱玲在这里似乎在说,爱情的时机就像是一场赌博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张牌会是什么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倾城之恋》 这部作品中的白流苏和范柳元的爱情 就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戏剧 观众以为看到了结局 却不知道最精彩的部分还在幕后 白流苏的爱情是一场豪赌 她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范柳元身上 而范柳元却在最后关头选择了逃避 张爱玲在这里展示了爱情的残酷 有时候,你全力以赴,却换来的是一场空 总的来说,张爱玲笔下的红尘世界 充满了爱与痛,喜与悲 她的文字就像是一个个精致的拼图 拼凑出了一幅幅关于爱情的图画 在这些图画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 也看到了爱情的多面性 张爱玲用她的笔 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又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 这些故事或许让人心痛,或许让人感慨 但它们都是如此真实,如此动人 所以,下次当你翻开张爱玲的书时 不妨小心一点 因为你可能会在不经意间 被她的文字深深吸引 然后在红尘的爱情迷宫中 迷失方向 总结起来 曹操是一位充满智慧和勇气的历史人物 他的军事才能 文学成就和谋略都令人佩服 他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和战略性 即使千年过去了 我们仍然对他的故事感到欣赏和好奇 然而 我们也不能忽略历史的主观性和创作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的批判思维 以真实的历史为基础 探索曹操的真正面貌 李清照是一位才女 她的词作中充满了情感的细腻与深刻 她的风流不同于一般的轻挑 而是带有忧郁和深刻的情感表达 她的词作如同她的情感日记 记录了她对爱情 对生活 对自我的种种感悟 她的风流不是那种轻挑的风流 而是一种对生活深刻感悟后的风流 她的梦 是那种即使醒来也无法忘怀的梦 张爱玲的作品充满了爱恨情仇和人性的千丝百孔 她的文字就像是一把锐利的刀 切割着红尘中的爱恨情仇 又像是一面镜子 映照出人性的复杂 她的作品中的爱情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残酷 让人感受到了人性的复杂和爱情的多面性 她用她的笔 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又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 这些故事或许让人心痛 或许让人感慨 但它们都是如此真实 如此动人 历史和文学中的人物和故事 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人性和世界的复杂性 无论是曹操还是李清照 张爱玲 它们都是历史和文学中的一部分 它们的故事不仅仅是古代的历史 也是我们现代人的心灵食粮 最后 我想问问观众 你对曹操 李清照 张爱玲的故事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他们的生活和作品 有什么样的感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订阅我们的频道